受到了希腊债性问题的影响 股市今天一开盘就大跌了百点 这盘中甚至跌破了240点 而且会市今天也跟着同步走扁了 盘中是重扁了3.7角 来到了30.32吨一美元 那也是这八个半月以来 首次见到三字头的价位 才收复月线 台股现在又直直落 今天受到希腊债性问题又起 美股欧股大跌的影响 台股一开盘就下跌超过百点 盘中甚至一度大跌近230点 加深指数逼近7300点 都是欧债害的 投资好像孤儿一样 没有什么重大的利多出来 都是之前释放出来的一些措施 所以市场释放性的卖押就出来 不管是金融股 银建股 大盘是一片残率 这部分电子股相对抗跌 因为出口导向的电子股 现在终于等到外汇市场 新台币对美元出现三字头的价位 今天一局扁破30元 我想可能会确立一些投资人 对于台币贬值的一个趋势的 像说央行事实上也有 有意无意的一个放手 当时受到欧债危机 盘中重挫3.7角 台币一局扁破30.3的关卡 也是距离今年1月6号 睽違八个半月 再减三字头的价位 下来会订阅 第四位 大监督的振折 可以说那些